来了韩国13次,我的首尔美食地图一致公开 入驻江南区的帕海岸 欢迎回到Crystal沃特,今天这集是韩国之旅的第4集 我将会在这集公开我的首尔必吃美食地图和一些我觉得很棒的cafe 午餐我们来吃知名部落客小黎介绍的原属一只鸡 他们的饺子真的是很好吃,不过面比较肥,我还是比较喜欢孔零 今天我们会搬家到江南区Samsung York的Park Hayat Seoul Samsung地铁站1号出口走出来就是了 临近coax这里有星空图书馆也是知名的景点 酒店跟coax附近有一家我非常大推的韩式BBQ店 是我来韩国必吃的BBQ,这里专卖猪肉,有专人帮忙烤 超级香的肉肉配上自家特别的酱汁 可以说是我在韩国最爱的烤肉店之一 主要是很喜欢有店员帮忙烤,冷面也很好吃 隔天早餐又是我最爱的egg drop 现在都是这样了,在荧幕点餐先选语言 这次我终于没有点错了,推进American ham cheese 因为他们家的华诞超好吃 建议可以换成French toast法式吐司 然后呢我们就来到了这家超火的少女风Cafe Mooney 现在我们来到这间Cafe Mooney 它是我非常非常想要来的一间Cafe 因为它是走甜美风的,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种风 记得一定要爬到最高楼的户外顶楼 这里有这家Cafe最粗篇的摆设 满满秋冬氛围感的粉粉粉粉袋子草 加上可爱的物质造景超级好看超级粗篇 新沙洞林医道是个人气逛街景点 地铁打到3号线的新沙洞 步行大约8分钟即抵达逛街区域 周边道路上有许多的装潢精致美丽的Cafe 跟餐厅 知名设计师品牌服饰店也很多 2022年10月来到这里也发现到很多家店倒闭了 至今还是空的 跟民洞也是差不多一样的凄凉 灌完我们就来去附近的Kanjang Kejang Pro Soy Crab是一家非常有名的酱油螃蟹 我一般都会一人点一只小只的加上海鲜辣汤 还可以加面 被誉为饭小偷的Kanjang Kejang 果冻般软嫩的螃蟹肉加上避免海胆的蟹膏 韩国人一般都会把米饭丢进螃蟹盖 跟螃蟹肉和蟹膏一起配上酱油一起吃 超级好吃 在这里我也建议大家可以搭配他们家的紫菜和米饭一起吃 只会吃的停不下来 今天我们到隐藏在北汉山国立公园里面的cafe 地铁站北汉山牛耳山 cafe Sun Munga 是一家可以一边赏风一边喝咖啡的cafe 我们今天要去cafe hunting 在首尔大概郊区一点的一家隐藏型的cafe 名叫Songgak 然后它是在北汉山这边 这个颜色变到一半了 哇 这边都很美 然后从站走出来之后 大概要走个1.5km这样子 但是这一路上进去都有东西看 有风路探,有公园,有吃的东西 然后有卖衣服,卖冷衣的 然后就会看到这个Songgak 然后转进去 就是跟着地铁走容易走 如果是驾出来的话要给parking 然后就走进去 然后就走进去 哇 秋天的颜色 就被超越来的 什么东西看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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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fe出来我们随便在附近选了一家豆腐专卖店吃午餐 回到时候我们跑去了很美的Dior Pop-Up Store打卡拍照 晚餐去吃了超级好吃的辣炒鸡汤 也是我在韩国必来的这一家辣炒鸡汤 位于河景站辣辣开胃的汤头 华南的鸡肉超级适合 很冷的天气 看这里是晚上的宏大 韩国酥饿 我必吃的早餐除了Egg Drop还有Izac Toast 宏大对面这一家有座位适合跟家人一起去 这里也是自己使用电子点餐 我最爱的是Ham and Cheese 吐司是带甜的很松软 秋天首尔 另一个必去的景点是成军馆大学 这里有棵百年一姓树 一山洞我在第一集有介绍过 真的是有很多的宝藏cafe 这次我回访Soul Coffee 我特别喜欢他们家的Vianna Coffee 但是我这次是冷Vianna Milk Tea Vianna Milk Tea 这次我去吃我来索尔必来的Noyangjin海鲜市场 地铁Noyangjin站7号出口走出来直直走 跟着海鲜市场的直直走 搭手扶梯走上去走到对面就是了 然后就进来这里开始选那些海鲜 然后鲍蟹鲍鲍鲍鱼 海鲜选好之后就有人带你去相对应合作的餐厅 好酸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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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管 不好吃 OD 这边好吃 很好吃啊 好脆 金蝦比Sto Crab好吃 Yoyang Jimmy 富山的Jagachi好吃 肉 人皆是鲜铅 最后要来一个炒 吃饭 螃蟹炒饭 一天不吃饭 在饱饭 然后饭吃饭 不知道这里的螃蟹炒饭 早安 今天我们的早餐先去Randenberg 然后要等大概100多个Number 所以我先来附近的那个Angok 在安国这边 然后现在是在等9点开 在Cafe Onion等到我们的位置差不多了之后 就走回去Randenbergal这里吃Bagal 午餐我们在Honda 发现到这家在Naver上面 评价还不错的辣炒鸡排 最后再提一下我在韩国的必吃美食一只鸡 以上就是我在索尔的美食地图 你有什么保障美食也想推介给我的吗 在留言告诉我 感谢您的收看今天的影片到此结束 喜欢的话记得订阅分享按赞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